然后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朋友的提问 他说我做的是读书频道 最近上传了一个人物传记的视频 几天以后又做了添加一些有利益SEO的关键词 加了中英文双语的外挂字幕 请问后期做的这些工作能否提高油管的推荐率 也就是说如果把第一次上传的视频比作第一印象的话 后期修改的小东小西比作第二第三次印象 油管是否会根据我最新的印象来证实我的视频 还是说就基本上以第一印象为主 日后的改动已经不能影响油管的第一印象了 如果能的话是否意味着可以对以前的视频不断的进行优化 把关键词标签等等都继续改进提高被推荐的可能性 好我先会做过一期节目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 就是视频上传以后我们要不要改这个封面图和标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跟这个相关 但是呢有新的这个着重点 这个地方是讲的改变其他的原数据 比如通过标签啊 然后呢增加字幕啊 其他的不同的信息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原来视频以外的附加信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原数据 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那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数据是视频本身 好 所有这些改动都要基于一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说你原来那个视频并没有改动 对吧 那个是你的产品 其他东西都是你的包装 包装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一个这个翡翠或者是一个钻石 不能拿一个旧包子裹着来卖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同学的问题是 我理解这个重要 所以我才改 那改了以后有没有效果呢 如果第一印象差了的话 后面再改了没用 你第一次上门就得罪了帐猛娘 你后面再怎么努力 没有用 它大概的潜台词是这个意思 好 油管的推荐 是不断的去得到一些新的数据 根据新的数据来对你这个内容进行判断 比如说你原来的标题或者封面 或者是标签糟得一塌糊涂 然后你里头又没有什么文字 我难以对你这视频做出准确的内容判断 这个时候你添加了字母 如果是口播性的节目 那么我完全知道你这期节目关于什么 每一个字我都知道 如果是一个对话型的 或者是户外那种自然声音采集来的 那个环境声音很多很嘈杂 这个时候你添加了字母 这些字母甚至都可以不是这个嘉宾 或者是你作为主持人讲的话 可以是你人为的添加进去 对画面的注解或者是解释 所以这些东西 那原来这个算法可能对这部分是无法了解 那你添加了这个新的信息 它就能够重新判断你这个视频的性质 它潜在的观众 然后他会往那个方向去拓展他的推荐的人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改得好改得对是有用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犯罪现场 你找到了新的证据 原来判断了这个人形 现在就可以定他的罪 就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同学的问题里头 就讲到这第一印象第二印象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这样子做 是把我自己处于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地位 那这个地方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个时间窗口这个问题 影响一个视频的推荐 有超过200个参数 但其中有一个参数 在最开始的时候权重极大 就是这个视频的新鲜度 最开始的48小时的新鲜度是非常高的 那他可以打败其他的几十个这样的参数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 几天以后 你这个48小时这个时间窗口已经过了 最大的加持已经没有了 你这个时候再来去做那些原数据的调整 作用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如果你要改 你必须马上就改 Mr. Beast 他要是改他的封面的话 他往往会在前面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马上就改 你过了48小时再来换 你要是急诊设里头抢 就要第一时间 你意识到不对 你马上就改 好 那除了这个时间窗口这个因素来讲的话 我一直的态度 如果你是个小频道 在这个48小时之内 有改的你去改 如果是错过这个窗口 最好你就别去理他了 哪怕是这个视频是排到第九名 第十名 你也不用去理他 你的专注应该是多出节目 不断的在生产过程当中 提高你的视频的质量 如果你是个很大的频道 这个时候 你完全可以请专业人士 对你整个频道进行优化 像Mr.Beast这样的频道 他每个月都有上亿的 这样的观看量 所以他只要通过这种优化 能够提高15%到20%观看量 他的每个月的赚钱的数字 上去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他这个时候完全可以 请人来不断的 把他现有的这几百个几千个视频 不断的优化 所以简单的回答 就是视频的原数据可以修改 但是在一个频道的初期 我们不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应该主要原因 在第一时间发布的时候 就你的这个封面和标题 就放了足够的努力 达到你现在的最高水平 不是随随便便取一个标题 取一个封面 然后在后面来不停地折腾去修改它 从结果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这个更改 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帮助油管的算法 给你定位目标观众人群的话 那当然是有用的 要不然它也没有必要让你修改 这样一个封面和标题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你也有问题 欢迎提问 谢谢 谢谢